第二个问题 深圳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 有许多密宗的和服 法王来深圳化园 许多敬宗同修去灌顶 这样做对吗 这是个人的因缘不一样 无可厚非 可是灌顶 真正灌顶的意义要懂 不是形式 形式上 用一点水在你头上撒一撒 你就开悟了 我们侯比要学经教 侯比学得这么幸福 学了几十年还不开悟 释迦牟尼佛于侯比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每天拿到水撒就好了 要明白道理 你去接受灌顶 他撒的水撒在你头上 是不是真开悟了 果然开悟了 有效啊 你告诉我 我也去啊 如果这个水撒的还是不开悟 我们在新加坡这个地方热带 每一天 都要冲凉啊 连棚 那么大的水啊 天天冲啊 大灌顶啊 一天灌好几次啊 都没有看悟吧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不了解什么叫灌顶 黄念祖老之思 他是密宗的上司 我们也是好朋友啊 你看他说的就很好 无量寿经筑节里头 他就讲得很清楚 灌是什么 慈悲加持 这个是灌啊 顶 是佛法里头最殊胜的地法 这叫顶啊 灌顶是什么意思 把佛法里头的精华 最好的东西传授给你 叫做灌顶 不是拿水灌头啊 你也懂得这个道理了 我们每天 将无量寿经 或者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经 从头到尾念一遍 这就是阿弥陀佛给你灌一遍 你每天念两遍 就灌了两遍 那不是密宗的人 不去和佛 是阿弥陀佛给你灌顶啊 射方诸佛如来给你灌顶啊 你都不晓得 一定要懂得佛法的道理 知道怎样修是对的 怎样修是错误的 你明白了就好了 别人 遇到这些 你的亲朋好友 也应该把这些道理 说清楚 说明白 那么他要不要去呢 不必掌碍 过有姻缘 这样就好 不必掌碍